欢迎来到我们的加拿大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俊 今天我们有几条令人瞩目的新闻要分享给大家 首先拜登总统与其他17位世界领导人 联合呼吁哈马斯立即释放人质 并敦促这个激进组织 接受一项激进组织 接受一项即将达成的协议 以实现加沙地区的及时停火 记住我们看到加拿大的电信服务投诉 在过去六个月内激增了43% 伯洁斯通讯占据了四分之一的投诉量 这反映了消费者对过度收费的普遍不满 最后我们将带大家了解一下 温哥华的建筑师和开发商 是如何专注于设计 促进社交连接的建筑 以应对这座城市报告中提到的高孤独感水平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 从国际政治到地方建筑 各种新闻故事不断展现出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最近一系列演员注目的报道 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首先独立报带来了一则关于美国总统乔 拜登和其他17位世界领导人 联合呼吁哈马斯立即释放人质的报道 这份联合声明强调理想即将达成的协议 该协议将带来加沙地区的及时停火 领导人们表示这项协议将允许加沙居民带住 足够的住所和人道主义物资返回家人 一位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表示 鉴于目前人质的处境 发表这份声明是必要的 这一事件凸显了国际社会在面对恐怖主义和人质危机时的团结与决心 而在加拿大环球邮报报的关于电信投诉激增43%的情况 其中罗杰斯通讯公司占据了四分之一的投诉量 根据加拿大电信电视服务投诉委员会CCTS的数据 过去六个月内 关于电话互联网和电视服务的投诉激增 最常见的投诉是账单过高 其中不正确的收费是主要问题 这一现象反映出消费者对电信服务质量的普遍不满 以及行业内部对于服务质量和透明度提升的迫切需求 另一方面 环球邮报还报道了关于如何建造友好型建筑的探索 在温德华 开发商和建筑师正专注于设计促进社交连接的建筑 以应对该事报告中高居不下的孤独感水平 随着新政策鼓励城市地区增加密度 开发商认识到了将促进社区感的空间 大入设计中的重要性 一些倡议如Happy Cities和High Neighbor Collective正在努力教育建筑师 城市规划区和城市官员 让他们了解设计具有社交连接性的建筑的好处 非盈利组织办法举办的一次建筑竞赛呼吁设计出 能增加建筑内部和周边社区社交互动的方案 温哥华建筑师布塞 High Down正在开发软件以计算人们与邻居建立联系的过程 并确定鼓励互动的布局类型 目标是建立一个证据库 证明社交性在建筑设计中的好处 类似于数十年前绿色设计的确立 这些故事从不同的角度 展示了我们所处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从国际领导人对人质危机的应对 到消费者对电信服务的不满 再到建筑师对于创造更具社交性空间的探索 每一个故事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片段 他们不仅揭示了当前的挑战 也展现了人类在寻求解决方案和改善生活质量方面的创新和努力 在当今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代 The Globe and Mail 带来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报道 从加拿大政府的增长议程到多伦多的湖畔隐居之地 再到一位母亲在经历悲剧后发起的空气质量监测项目 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当前社会面临的问题 也提供了对策和希望 首先The Globe and Mail 的一篇评论文章强调了 加拿大政府需要重新审视其经济增长策略 文章指出为了避免经济危机 加拿大政府需要优先考虑提高人均计体增长和生产力 作者认为政府目前通过补贴产业和实施创新计划的做法 并未成功促进增长 相反政府应该专注于通过移民增加劳动力供应 鼓励更多女性进入劳动市场 此外作者建议降低税率消除对外资的障碍 以增加资对外资本形成 并且消除那些成本大于收益的补贴 促进竞争以推动生产力的提高 在多伦多一处被称为城市中的马斯科卡的湖畔 这座两层楼的中世纪现代风格 房屋被树木环绕绕 让人感觉像是森林中的家 通往物业的车道导向一个由前业主增建的玻璃园廊 当代风格的门厅通向一个厨房 厨房的用餐区面向一座桥梁和瀑布 房屋还拥有雪松内衬的走廊 生活空间以及通往下层的楼梯 钢层是一个大型开放式生活空间 而下层设有一个健身房瑜伽室 以及一个配有浅色木质内置设施的书房和媒体观看空间 玻璃走廊和车道侧的房屋设有一个全玻璃房间 目前业主将其用作办公室和工作室 在另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中 一位来自加拿大的母亲在经历了九岁儿子 因野火烟雾家具的消喘而不幸驱逝后 启动了一个名为Cultures Project的项目 该项目旨在通过分发100个空气质量监测器于100万号C区 并教导人们如何使用合适风扇和为E7TL绿网自制空气净化器 以帮助保护人们免受野火造成的空气质量恶化的影响 该家庭还计划将这一倡议扩展到全国各地的社区 这些故事展示了人们在面对挑战时的创新和坚韧不拔 无论是政府寻求经济增长的新策略 还是个人在悲剧中寻找希望并采取行动 这些报道都体现了人类面对困难时不屈不挠的精神 透过这些故事使用它 透过这些故事我们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多种途径 以及在挑战中寻找和创造机会的无限可能 在加拿大的经济版图上 一幅逐渐回归正轨的景象正在悄然展开 The Globe and Mail揭示了加拿大央行对今年国内生产总值 GTT增长1 5%的预期并预测到2025年将回到平均2.2%的增长趋势 这样的复苏势头得益于其主要贸易伙伴 美国的经济韧性 美国超过2%的经济增长正在支持加拿大的出口业 同时预计利率将会下降 加拿大央行预计在2019年进行三次利率削减 然而这些较低的利率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对经济产生影响 预计直到2025年才会看到更强劲的增长 加拿大员进一步走弱可能会延迟利率削减 或导致更浅的宽松政策入境 加拿大的通胀预计将成下降趋势 加拿大央行的限制性政策正在有效的发挥作用 央行最偏带的两种核心通胀指标 CPI中位数和CPI修减都显示出放缓的迹象 尽管经济疲软但预计商业投资将在今年逐渐恢复 这是对较低率的预期 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是顽固的通胀 特别是在美国 这可能限制加拿大央行削减秘率的能力 在另一条前进的道路上 CBC报道了安大略政府宣布 在西南部的401号公路上的一段路面 将提高10公里小时的限速 从温沙到地尔伯里的110公里小时区域 将扩展7公里 这一增速是省政府提高多条高速公路限速计划的一部分 政府五年前通过试点项目 开始在401号公路的某些路段提高速度限制 并在2020年将这些增加永久化 这些变化将于7月12日对大多数路段生效 在企业领域 The Globe and Mail报道了 First Citizens Bankshare 在第一季度的利润超出预期 这得益于更高的利息收入和去年收购细股银行带死BB的好处 这家位于北卡罗兰纳州的贷方在截至3月31日的三个月里 调整后的普通股股东应占利润为7.69亿美元 或每股52.92美元 相比之下 分析师的平均预期为每股43.32美元 这些报道总体上展示了加拿大经济的多面貌 从央行的货币政策到公路速度的调整 再到企业盈利的增长 都反映出一个正在逐步恢复和调整的经济体 无论是对于居住在加拿大的民众 还是关注加拿大经济的全球投资者 这些变化都值得密切关注 在当今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 从企业转型到社会世界 每一件事都带有其独特的挑战和故事 让我们深入探讨几个野人注目的故事 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企业和个人面临的难题 还凸显了当前社会的动态 首先The Globe and Mail报道 为UPS FedExtra 将电动火车的过程中遇到的障碍 这两家物流巨头正面临着 将其汽油车队替换为电动车的挑战 主要是由于他们所需的大型方形 不仅是火车短缺 这种短缺和高昂的价格 源于电池短缺和电动货车制造商的关闭 此外 这些公司还失去了加州提供的 帮助抵消电动车成本的优惠券 更具挑战性的是 他们处于一种两难境地 需要需求才有供应 需要供应才有需求 这不仅凸显了转向更环保运输方式的困难 也反映了当前供应链问题的一个缩影 接下来的Globan mail还报道了关于对软件公司 戴智润的活跃股东运动的加剧 对于这家公司的表现不佳 和战略失误 对冲基金 Engine Capital的管理合伙人 而No Adler发出了一封公开信 向其他投资者表达了他们的担忧 该对冲基金拥有该公司6.6%的股份 定义呼吁于8月20日召开特别股东大会 带着人民其资本分配不当 高债务水平以及相对于TSX综合指数的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的表现不佳而受到批评 这一事件凸显了投资之间的紧张关系 以及企业治理在当代商业环境中的重要性 最后来自的Toronto Star的报道带来了一个震惊社区的悲剧 在多伦多赤尔折和叙折街附近 一名男子在被推下阳台后死亡 这起事件在周三晚间发生 受害者被送往医院后宣告死亡 目前两名嫌疑人 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仍在头 这起案件由谋杀案调查组负责调查 但关于事件和嫌疑人的进一步细节目前仍然未知 这个故事不仅凸显了城市中的安全问题 也提醒我们关注那些可能突然改变我们社区和生活的不测事件 这些故事从企业挑战到社会事件 都反映了当前事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无论是面对转型的企业 还是社区中的突发事件 这些故事都提醒我们 无论处于何种情况 应对挑战和不确定性的能力对于进步至关重要 在加拿大金融和艺术领域 最近发生了一些演员注目的动向 首先 The Globe and Mail报道称 BMO首级投资策略师 Brian Bell首级投资策略师 保持加拿大的高收益板块已经被低估 预计将出现反弹 Loski特别指出 当利率保持在一定范围内时 房地产板块通常表现良好 而通信服务板块的表现也应该更好 因为长期利率已经达到或接近顶峰 此外还提到加拿大银行对利率的敏感度过高 但在大多数利率环境下都有超越市场的潜力 与此同时 在艺术界第58届威尼斯双年展正在进行中 它是当代艺术界的一大盛世 今年的展览探索了局外人和外来者的概念 通过一系列主题和问题展现了不同的视角 展览重点回顾了二十世纪五十至七零年代 南美洲的抽象艺术 展示了那些将现代主义引向不同方向的艺术家们 此外展览还关注了酷儿艺术家 女性的纺织品以及传统文化中的家族艺术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 展览通过强调南美澳大利亚和西西兰的原住民艺术家 的作品 强调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 往往被视为局外人的事序 此外通过艺术家卢卡尔科利利对移民路线的绘制 展览还探讨了移民主题 旨在颠覆西方艺术的叙事 并突出那些常被主流艺术界忽视的艺术家们的作品 在政策层面 The Globe and Mail报道了 加拿大政府增加法语移民的计划 政府希望将魁北克以外地区 新永久居民中讲法语的比例 从202年的4%增加到今年的6% 到2025年达到7% 并在2026年达到8% 这分之8 旨在恢复1971年法语社区 在加拿大人口中的比重 然而面对于魁北克分裂主义者的反对 他们认为加拿大的法语注定会衰弱 这个宏美的计划似乎注定要失败 这些报道进视了加拿大在金融 艺术和政策方面的最新动态 从金融市场的潜在反弹 到艺术界对边缘群体的关注 再到政府试图震惊法语社区的计划 这些动向反映了加拿大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无论是在金融市场的波动中寻找机会 还是在艺术展览中探索文化多样性 或是在政策制定中寻求社会的包容性 加拿大都在努力平衡和谐与进步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star briefing 靠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